刚刚收到老网红博主大成哥送给我的新年礼物 他说的 哎 哎 好像是白毛的 哦 真的是老主吧 哎 哇塞 竟然是一只小兔子 想不到大成哥送给我的是 哎不对 这个好像是吧 这个龙宝沙应该是 还是一个中华美食套牢系列 里面可以做各种美食 然后刚刚那只小兔子呢 有可能是他自己偷偷的 完了 完蛋了 有兔子不见了 这怎么办呢 我们还是先回家用这个龙宝沙给他做一个胡萝卜 试一下能不能给他吸引回来 打开包装 白色 粉色 橙色 绿色 这两个颜色可以用来做胡萝卜 看一下 超多模具 先看玩法说明 打开模具 添妆白色龙宝沙 这个龙宝沙超级松软 还可以拉丝 放入水管馅料 放入龙宝沙 打开模具 超级美味的包子 制作完成 哎不对 我突然想到小兔子好像不吃包子 我们给他做一个月饼 超顺月饼 制作完成 哎不对 这个形容好像不太对 不过马上过春节了 所以做一个饺子也是正常的 不过这个颜色好像不对 我们换一个口味 美味胡萝卜水饺 制作完成 再做一个汤圆 天桩龙宝沙 放入水果馅料 天桩绿色龙宝沙 亚瓶模具 包机美味 青色汤栏 制作完成 下面我们切一下 可以看到饺子馅的 再切一下汤丸 这个馅料超级丰富 不会还 核弹蛋糕制作完成 下面我们再做一个 拼涂蛋糕 拼涂蛋糕制作完成 玩沙就玩能开花的轮宝沙 刚刚大成哥说 他的小兔子已经自己回去了 太太厉害了吧